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 我们和隔壁猪王一起运营的英文频道正式开播了 是的 你没听错 我们的英文频道名字叫East Terminal 主营的平台是YouTube 还有其他一些海外的社交平台 主要针对的是海外的科技数码观众 但是我们每期视频也会同步在B站上发到同名频道 也叫East Terminal 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了 实际上我们第一期视频已经发布了 是一个显卡的超频指南 那个视频的链接我会发出来 也希望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去YouTube上支持我们订阅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为什么要做英文频道 这个英文频道的一些具体情况 以及之后的一些打算吧 做英文的内容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 主要有以下这几个原因 第一点是海内外的信息差会带来一些机会 我举个例子 有一些热门的数码产品是在国内首发的 海外的up主也好 观众也好 他们都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 这些海外的博主想要去评测国内首发的这些产品 可能会非常麻烦 比如说今年年初的小米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内我记得是1月1号首发品色解禁的吧 我们的视频是1月7号发出的对吧 而油管上MKBHD的视频一直要到1月20号才会发出来 中间你看空了这么长的真空期 我们完全可以去填补啊 其实海内外在科技数码方面是存在非常多这样的隔阂的 因为两边的市场非常不一样 而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机会啊 第二个考虑是国内的厂商有庞大的出海需求 现在国内的科技产业也好 数码产品也好 包括很多游戏也好 很多发展得非常快 很多厂商会想要往海外拓展业务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要想找海外的博主去推广产品或者展示技术 可能还是有一些门槛的 那我们就可以毫不压力地做这个工作了 帮助一些优秀的产品出海 一方面这里面有很多的商业机会吧 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有前途 另一方面呢 对这些优秀的厂商来说 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走出去的渠道吧 第三个我们考虑的是资源的再利用吧 本来我们做中文的内容就需要耗费很多的资源了 人力资源也好 钱也好 想法也好 策划案也好 我相信我们的中文内容放到外网上 应该质量也不差吧 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了 那把用来做中文内容的这些佐料 再拿来做一遍英文内容 其实成本也不会很高的 很多资源是共用的嘛 这个就好像外国游戏的本地化工作一样 很多游戏 你看它添加一个中文 就可以实现中国市场一倍多的销量 对吧 但是实际上本地化的成本是要远远地于重新开发一款游戏的 你说是不是呢 最后一个原因呢 是目前几乎很少有人在做这件事 也就是说供序失衡了 其实已经有一些中国大户主在出海 在针对海外市场制作内容了 但大多还是以文化输出为主吧 科技数码或者游戏这类内容的输出还比较少 所以既然做的人比较少 这个事儿又很重要 那干脆我们就节足先登了呗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的英文频道叫做East Terminal 其实我们本来是打算用Eastern Terminal的 这样比较正式一点吧 但是很可惜这个名字被抢住了 所以最后就叫East Terminal了 这个名字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东方的终端 终端既可以是物理的终端 也可以是命令行的终端 所以这个一个名字就概括了我们来自哪里 以及我们是做哪方面的内容的 频道的组成方面 负责内容和出镜组织的暂时是我 但是在运营上我找到了隔壁的猪王一块来帮忙 与此同时我们也打算进行一些招聘 我们可能会需要英文内容的策划编导 还有后期的剪辑和动画方面的人才 我把要求放在这边 很快我们也会在B站上发招聘的动态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关注一下 关于英文频道未来的计划 我们一开始是打算重置一些我们以前做过的好的中文内容 与此同时以后的热点话题 不管是我们这边还是隔壁猪王的笔记本的内容 只要是海外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我们都会同时制作中文版和英文版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本来的内容创作 咱们的频道还是会继续更新的 只不过本来是用这些原材料做一份菜的 现在可能要琢磨着做两份菜吧 在英文频道慢慢起步之后 我们也会考虑去做一些差异化的内容 当然这个就需要更多人手的帮助了 所以如果你也想参与进来的话 赶紧去看招聘启事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是和大家聊聊我们进军海外市场的一些决策吧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B站上的英文频道 East Terminal 我们的第一期视频是一个手把手的显卡超频教程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对应中文版本的 是一个完全原生的内容 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做 比我们之前自己做的超频教程还要完善 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 赶紧去看一下吧 没准能学到一些新东西 那我们以后的视频再见了 拜拜